我们小品牌我们的价格如果没有便宜过它 顾客很难选择我们 因为大品牌不用介绍 每个都懂它是品牌 我们讲是设计它 就是我们继续研发有品质的产品 然后价格便宜过大品牌 没有化学工艺的背景 没有坚实的靠山与资金 凭借一个老板梦 他从一名打工人 蜕变成拥有上百名员工的 几家七料公司老板 LSC州化学七料有限公司创办人 吕苏州完美诠释了工资不出头的真言 要想出头必得天不怕地不怕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苦 非常的苦 苦到要装一个CCDV2000多块 都不舍得 真的不舍得 每个月放出去的账 不管是100 300 500都要收回来 才足够还给供应商 才足够处理 这LSC不是爸爸妈妈留下来 是真的是从零开始 我最记得我创业的时候 我只用了很少的资金 不到100千里面 我告诉我的朋友 我要做Befaturing 我要做生产每个效果 你居民你什么都不会 你只有一个居民爸爸 你只是推销员罢了 你厉害做效果 你厉害讨人家的心 但是不代表你会去生产 我也没有想这么多 我说我就是要做老板 我就是要做生产 因为我之后买卖 到后面没有这个价值 我要做企业 我要做企业 做企业最简单的就是 我要做生产 作为一家初创公司 在与大型企业的竞争中 LSC州化学企料有限公司 依然能够站稳脚跟 并成功拓展海外市场 旅苏州在企业管理方面 究竟有哪些秘诀 我们从创业到现在 没有停过研发 这个事情几乎每天在做 我们从最极端的产品 到今天我们已经生产 很多高端的产品出来 有了 例如我们的Gloss Pen 我们已经拿到C-Lim Certified 还有我们的Ru7 Loadlight 甚至于我们的Epoxia 在知名网购品牌 卖到很好 甚至市场上有的大品牌的 也是我们帮号OEM的 做给他们的 不管多辛苦 都要做品质品质品质 我们站在消费者讲 如果今天 不要讲于LSC 你买了一双 拖鞋一个牌子的 你给了50块 你用了两个月 过去买另外一个牌子 你用了一年 那个两个月的牌子 你永远是不会再用了 一样的回礼了 我们没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了 我们的产品一定要有基本的品质 我们才可以出门 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心结 几乎全部都是我在设计的 几乎每个产品 每个颜料 每个供应项都是我在建的 都是一步一脚印来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很了解 顾客要的东西是什么 马来西亚有几个文化很不好了 其中一个就是没有准备了 要就马上要了 快一次慢离啊 所以我们的送货后裙一定要很快 你今天订明天到 还有基本的量 我要这个颜色一百桶 你一定要有 你没有跑去别家买 所以你要具备竞争嘛 所以别家做不到了 你做得到吧 就是快 还有基本的 他会怕我用了你这个小品牌 也不能用奖半 你看手里更多 我要赔钱的 接下来我们告诉顾客 我们有C-LIM 然后明年我们要拿SO 接下来可能我们也要拿ESG 因为我们要出外国 我们必须要有ESG 如果我们老板连想都不敢去想 这个东西永远就没有了 我们想我们去了解 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同事一起去做 不畏艰难不畏挑战 旅苏州一步一脚印展现 从无到有的创业精神 凭借坚持与创新 带领LSC州化学7料有限公司走向成功 面对未来 他与团队将继续高品质和创新为核心 拓展市场 迈向更高的目标